第四页 倒数第五行 下半行 庄严处功德成就者 既然宝性功德草 由远左右旋 处者生生乐 过家战临陀故 观察阿弥陀佛果的功德庄严 一共是分成十七种 第一种是清净功德成就 第二种是量功德成就 第三种是性功德成就 第四种是形象功德成就 第五种是种种式功德成就 第六种妙舌功德成就 现在是第七种储功德成就 这个储就是接触 就是我们内里边的识 言识耳识乃至意识 对外边的境界 舍生相畏处法的接触 不同于我们说破世界的情形 宝性功德草 由远左右旋 这个储地 功德庄严成就 是也有江差说 言耳必色深意 对舍生相畏处法 也有很多种储地 现在这里只说到一种 就说到这个草 宝性功德草 就是阿弥陀佛博的那个草 它的体性是宝所成就的 是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的功德 所成就的 是由远左右旋 那个草啊 是宝所成就 但是它并不是很坚硬 它还是由远的 它能够左右地旋转 除着生生乐 你如果从它接触了啊 你内心里面会 生殊胜的快乐的 会这样子 是郭嘉瞻灵陀 这个嘉瞻灵陀 这个印度化 翻到中国化 就是特别有远的 那个布料 穿衣服做衣服的布料 特别有远的 类似中国的这个绸缎一类的 这个阿弥陀佛国的那个 宝性功德草的有远呢 能超过嘉瞻灵陀 使令接触的人呢 有快乐的感觉 是庄严三种功德成就者 有三种功德成就 这三种是什么呢 有三种是 因此何等三种 一则水 二则地 三则虚空 这三方面呢 也都是特别庄严的 第一种 庄严水功德成就者 既然 薄花千万种 弥腐持流泉 威风动花叶 交错光满 交错光满 转固 这个水的功德成就 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这记忆里边说 薄花千万种 这个水上面呢 有很多的啊 薄所成就的花 有千万种之多 弥腐持流泉 这个持和流泉 那上面呢 满满的都是花 这个薄花 这个薄花浮在这个池和流泉上面 微风动花叶 那个微细的风啊 飘动那个薄花的叶的时候呢 交错光满转 这个花叶有光明的 那风一动这个花叶的时候呢 这个花叶 花叶在飘动 花叶上的光明啊 也是有一来一往的啊 这样交错 所以发有这样的美妙的啊 镜像 是庄严地工的成就者 既然 宫殿诸楼阁 观四方无碍 扎树一光蛇 薄蓝便为遥固 前面是阿弥陀佛国的水的庄严 这底下说地面上的庄严 地面上什么庄严呢 是宫殿诸楼阁 有宫殿 有楼 有阁 门啊 也是很多很多的 但是互相啊 不障碍 观四方无碍 你在楼阁里边 或者在宫殿里边呢 你能够看得见 十方世界的境界 没有障碍 不像我们这个世界 对面有大楼 就把你的视线遮住了 就不是那样子 是杂树 异光蛇 不但是有楼阁的庄严 无障碍的庄严 另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树 很多不同的光明的颜色 还有宝栏变围绕 宝所成就的栏杆啊 普遍的围绕这个楼阁 围绕这个树 庄严 庄严虚空功德成就者 虚空里啊 也有 也有 功德的庄严成就 既言 无量 宝交落 罗网便虚空 种种灵发响 宣吐妙法音 故 这是说虚空的庄严 有无量宝 很多的宝啊 把它 联络起来 这个罗网便虚空 这个很多的宝联络起来 成为罗网 这样的罗网 你普遍在虚空里边 种种灵发响 在罗网上 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灵 它能发出来音响 而这种音响啊 不是一般性的 它能宣托妙法音故 它能够宣扬 微妙的佛法的音声 这样的情形呢 表示在阿弥陀佛国 听闻佛法是很容易的 随时随处能听闻到佛法 和我们这里的情形不一样了 我们这里的情形 听闻佛法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庄严与公的成就者 在底下说庄严与公的成就 既言 与花亦庄严 无量相普殉故 这个佛法的成就怎么讲呢 就是阿弥陀佛国 有很多很多的花 从虚空里面降下来 还有还从虚空里面降下来 很多的衣服 很庄严的花 庄严的衣服 从虚空里面降下来 这里面的这个花也好 衣也好 那里面还有无量的香 花也是香 衣服也是香 这种香能够普遍的熏悉的 还有这样的事情 庄严 既然光明功德成就者 既然佛会明镜日 出世时岸明固 这个光明功德成就是什么呢 是佛会明镜日 前天呢 也提到光明 那都是在物质上发出来的光明 这里是说佛的智慧光明啊 那个清净的光明 也和也像太阳似的 出世时岸明 是太阳的光明啊 它能破除去世界上的黑暗 佛的智慧光明的 阿弥陀佛的智慧光明 能破除去世间众生 内心里面的智慧 实际听阿弥陀佛的法音的音 都会开大智慧 修晓圣道的 那么这 这道反倒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在这里啊 我说一个小小的故事 在这个百玉经上啊 说了一个比喻 说是一个很愚钝的人 这个人很笨 很愚钝 但是她有一个很美 很美的太太 那么她对她的太太啊 非常的爱护 但是她的太太对她不这么爱护 那么她的太太啊 就和别的男人呢 有了关系 有了关系啊 渐渐地啊 就是厌恶她这个 愚钝的这个丈夫 就啊 离开了她的丈夫走了 走了 到临走的时候呢 她委托一个老女人呢 给她办一件事 就是 托这个老女人呢 另外去找一个 死掉的尸体 那把她放在啊 她这个愚钝的丈夫家里头 那么让这个老女人 对这个她丈夫说 说是你的太太死掉了 那么她就这样子委托 这个老女人做这件事 老女人就按她的委托啊 祝福啊 把这件事做好了 而这个愚钝的丈夫呢 也就相信这件事 就因为啊 她的太太死掉了 那么她的心啊 非常的痛 非常的悲痛 那么就是啊 把她移到啊 这个郊外用火分烧了 然后啊 把这个骨灰啊 装在袋子里边呢 那么就拿到家里边来啊 常常的啊 想念这个太太 那么她这个真实的太太啊 出去了以后啊 时间久了啊 又厌翻那个男人 又想起来啊 这个愚钝的丈夫啊 还是可爱的 这个愚钝的丈夫啊 老老实实的啊 其他的什么事情没有 所以又回来了 回到家里面来见她这个丈夫啊 就对这个丈夫说 说我是你的太太啊 那么她这个愚钝的丈夫说 你是我的太太 我的太太早都死掉了啊 你怎么说 你怎么是我太太 你不是不是 那么她太太怎么样说 她也不相信呢 这比于什么呢 比于我们世界上的人呢 这个很多很多的人呢 就是相信了非佛法的事情 要为她宣说佛法 她不相信 佛法是真理 不是虚妄的 但是很多很多的人呢 不相信了 所以这就是慈安明 世界上的人呢 就是慈安明了 我也虽然有佛法在世间 但是世间众生内心里面的慈安明 是不容易去掉的 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呢 不相信佛法 但是在阿弥陀佛国不是 阿弥陀佛国的人呢 经阿弥陀佛的教导啊 能处这个慈安明 能增长 能增长 善根 能转翻成圣 能得三圣道果 能得无上菩提地 所以啊 这是阿弥陀佛国 有光明功的成就 既然佛会明镜日 除世 慈安明故 是庄与妙生功的成就者 阿弥陀佛国 不但有智慧光明的成就 还有妙生功的成就 既然凡生物身远 未妙闻思凡故 这个阿弥陀佛国有凡生 这个凡字啊 凡生啊 这个印度人呢 他因为他们的语言呢 是从凡天传下来的 是凡天传下来的 所以称之为凡生 那么现在 因为那个凡生是最尊贵的 最高尚的 现在 天心菩萨也用这个字 来赞叹阿弥陀佛的凡生 这个凡字凡成中国话 是清净的意思 是清净的音声 物深远 他这个音声啊 能令人觉悟深远的道理 微妙闻思凡故 微妙的就是阿弥陀佛的音声啊 非常的和雅妙好 他不需要特别的高声啊 就能够闻思方世界去 那么广大无边的境界 闻思方故 能令思方世界的众生啊 都能听闻阿弥陀佛说话 当然这是特别高声的境界 我们没有缘的人 因缘不成熟的人 还是听不到 庄与主公的成就者 既然正教阿弥陀 法王散驻持故 这个庄与主公的成就 这个主公的成就 就这么讲呢 是正教阿弥陀 正觉阿弥陀 正觉就是佛 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 法王散驻持故 这个法王指佛 还是指佛说 佛于切法得大自在 王是自在的意思 赞叹佛是法王 散驻持故 他善于驻持佛法 是这样意思 这个驻持这个驻 就是安住不动的意思 这个持是支持他不坠落下来 是这样意思 这里边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佛 成佛了以后 他能够将他所教悟的真理 为一切众生宣扬 宣扬来教悟一切众生 那么这就是佛法 佛这样为一切众生 所宣扬的佛法 就是究竟圆满了的 不可能还有更高深的佛法 需要发展的 不是这样子 不像世间人 世界上的科学 最初发明什么 后来又进不了 有什么发展 佛法不是那样子 佛法一开始 佛为众生宣扬 佛法就是圆满的 那么这个善助持怎么讲呢 就是你能够住持这样圆满的佛法 使令他不要再辨子 不实坏 那就是最好的了 所以要善助持 那么我们中国佛教里边呢 各事院的领导人 也就称之为住持 也就是这样的意思 他有宅院来住持佛法的 不是说发展佛法 就是使令佛法不要辨子 这在《涅槃经》里面说 说一个比喻 说这个 有个大富翁有很多的牛 那么把这个牛乳 取下来的时候 取这个牛乳 你们向外卖 向外卖的时候加上水 那么买到牛乳的 你再加上水再出售 出售买到牛乳的 再加水 这样子慢慢加上去 这个乳的味道就很少了 这表示佛说的佛法 佛灭度以后啊 佛教徒啊 他不能住持 那么逐渐的变 加上一些非佛法的事情 在里边呢 就是变子了 就是不能够住持的意思 那么现在说阿弥陀佛国呢 是法王善助持国 阿弥陀佛他能够善助持 能把佛的这个说的真理 能够圆满地住持下去 使令他不失坏 能教悟一些众生的 是庄严眷属功德成就者 前面是庄严祖功德成就 这个祖啊 所以为主者 就是能住持佛法的意思 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呢 有国家的主子 有国王 那么这是另一回事 阿弥陀佛国你只有法王 法王善助持 庄严眷属功德成就既然 如来敬花众 正教花化身故 正教花化身故 这个眷属这句话 这个眷呢 是彼此相亲爱 叫做眷 这个属是随顺的意思 彼此相亲爱 当然就会容易 彼此互相不冲突 互相随顺 现在也用这个字 就是说 阿弥陀佛的弟子 佛也关照他的弟子 护念他的弟子 他弟子呢 也能够听顺 佛陀的教导 恭敬尊重赞叹 所以也名字为眷属 这个怎么叫做眷属功德成就呢 是既然 如来敬花众 正教花化身 这个花就是莲花 这个莲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出污泥而不演的意思 莲花有这样的功德 出污泥 他的这个藕是在污泥里边 但是从污泥里边生出的莲花 微妙相结 特别的清净庄严 所以出污泥而不演 那么这表示说 我们说的世界的凡夫众生 都是无演的 那么往生到阿弥陀佛过去呢 听阿弥陀佛的教导呢 他就不无演了 所以成为清净的了 所以叫净花 是如来敬花众 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如来的弟子 他们的身与意 都是清净像莲花似的 这样很多很多的弟子 都是品德特别高尚的 所以叫如来敬花众 正觉花化身故 这个这样的净花众 是怎么来的呢 是正觉花化身故 这个正觉当然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愿力 所成就的那个大宝莲花 这个莲花化身故 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 都是由母亲的 这个胎所生成的 胎生 但是到阿弥陀佛国的人呢 是莲花化身的 就是先在莲花里边 养育 逐渐逐渐的 成就了那样微妙的身体之后 莲花就开了 那么这叫做化身 和我们这个世界上 这个化身不一样 我们这个世界上 这个地狱啊 也都是化身的 诸天也是化身的 这个化身是无耳忽有 那么阿弥陀佛国化身是由莲花 他逐渐逐渐的变化成就的 所以这是虽然也明知为化身 但是意义是不一样的 正教化化身故 那么也是由花的 成就了他的身体 那么结出莲花化身以后 又听佛的说法 诸天地修行就转翻成圣了 所以叫做净花重 这样子嘛 只要是庄严眷属功德成就 庄严受用功德成就者 这个这里说这个受用 就是饮食 这个有营养的东西 你领受了 它有作用 能使用你的生命 身体健康 长寿 有这种作用 所以叫做受用功德成就 所以既然爱药佛法位 残三昧为实故 是阿弥陀佛国的人 他们日常生活的饮食 是怎么样情形的 是爱药佛法位 他们听阿弥陀佛 这些或者是大菩萨 为他们说法的时候 他们内心里面 会生起来欢喜心 就是所谓法喜 所以叫做为 这样的法喜 有滋长生命的力量 残三昧为实 听闻了佛法之后 他们又能去 一教修行 叫做残三昧 这个残翻到中国话 就是净律 净律就是止观的意思 那修止观 修成就了 他就是三昧 这个入了三昧的时候 有圣庙的喜乐 这样的喜乐 也有滋养生命的力量 所以叫做残月为实 法喜充满 是这样意思 我讲到这里 在这个佛本行迹经上 释迦牟尼佛说一个故事 也就是一个隐私的事情 说是在九元九元以前 在这个大海里面有龙 这个龙不是有甲的 不是有脚的 这个龙也是有夫妇的事情 那么他这个龙的夫妇就怀孕了 但是怀孕以后精神不好 一天一天的瘦 一天一天的瘦 不健康 那么心情也不快乐 不快乐 那么就问他的夫妇 说是你为什么心情不快乐 一天一天的瘦呢 怎么回事呢 他的夫妇就回答他说 我心里面有事情 有事情很难办 说给你 你也未必能办好 所以我就不想说了 那么这个龙先生说 你说说我听听 看看能不能办 那么他就 他这个龙的夫妇说 我自从怀孕了以后 就是心里面老想要 吃这个猿猴的心 猿猴的心脏为食 拿他的心做饮食 老想这个事 老想是 我感觉这件事也很难办 所以心里面不舒服 那么这个龙先生说 这可是很难 这个猴在深山树林子里面住 我们在大海里面住 说要吃他的心 这个是很难 这个是很难办 那么这个龙的夫妇说 如果要是办不到 我怀的这个孕 可能就是要死掉了 我的命也很难维持下去了 这个龙先生说 虽然是难办 但是也不妨试一试 那么他就从大海里面游出来 游出来 到了海岸上 各处走 我先看见一个大树上面 有一个大猴 有个大猿猴在那里 蹲在那里 那么这个龙家就对那个猴说 说是 猴先生啊 我想通过你做好朋友 好不好呢 你在这里的生活 情形怎么样呢 有没有什么困难呢 那么这个猴听他说话 也不出声 坐在那里不动 那么这个龙先生说 你在那里干什么 猴说我在这里吃这个树子 树的子 那么这个龙先生说 我看见这个大树虽然不小 虽然不小 但是它的子很少 在海的彼岸 有很多很多的树 有很多很多甜美的果 你要到那去生活 会比在这里快乐 那么这个猴说 那到海的彼岸 有那么多的好事情 那我不能去 我这海这么宽 这么深 我过不去 我不能去 龙说 只要你愿意去 我可以帮你忙 我可以背着你去 这个猴听到了心里面 就动了心了 就从这个大树上就下来了 下来了 就跳到这个龙的背上去了 龙心里面 真是好 我的计划成功了 那背着它就回到水里面 走走的就向水里面沉 这猴说 好朋友啊 你怎么向水里沉呢 你怎么回事情啊 那么这个龙就说 好朋友啊 你知道吗 我的太太有病啊 老想要吃你的心 所以你 所以啊 你先不要到彼岸去 先到我家里来走一走吧 这猴一听不得了 要吃我的心 那糟糕了 我的命没有了 那么怎么办法能够 就我的命 你这个心里这么想 呼眼间他就说了 他说 你江柴怎么不告诉我呢 说要吃我的心呢 我的心没有带来啊 现在还在树上呢 赶快你回来 回来啊 我把心取来 这样说 他说这个龙呢 就相信他的话 就回 又游上岸了 游上岸以后 到了那个大树边呢 这个猴啊 用尽了他的力量 一下子就跳到大树上去了 天大树呢 蹲在他树上面就不动了 这个龙啊 这个龙就说啊 说是好朋友 你怎么不下来呢 怎么问他也不出声 那么最后啊 这个猴说了 说是你啊 是有一点智慧的呀 但是你又没有智慧呀 哪里有这种事情呢 你是欺骗我吗 我怎么可以再下去呢 那么这个龙就又回去了 就跑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释迦摩尼佛 说这个故事 说完了的时候呢 就说啊 说那个猴是谁呢 就是我 就释迦摩尼佛 说是他的前神 做过这个猴 那个龙是谁呢 龙就是现在的魔王 那个魔王 那个时候做龙的时候 要欺骗他 现在要成到了啊 这个临近的无上菩提的时候 这个魔王啊 也用种种的手段 来迷惑释迦菩萨的 那怎么可以呢 怎么能迷惑了佛呢 这是这个 佛本心基经上说这个故事 这是我们说的世界上的人呢 这种有智慧的人呢 去欲弄的没有智慧的人 没有智慧的人呢 有的时候也会有智慧啊 又去欲弄别的人 那么种种的这苦恼的境界 要是到了阿弥陀佛国 人都修消失散法 修消六波罗密 做种种功德 所以爱要佛法位 禅三昧为实故 就不像我们说不世界 这么苦恼了 庄与无主难 功德成就者 既然 永利身心脑 受乐 常无坚固 庄与无主难 没有这些苦难 这是 这是一种成就 既然 永利身心脑 阿弥陀佛国 地盈 他们呢 没有身的苦恼 也没有心的苦恼 而且永久地远离了身心的苦恼 这个身地苦恼啊 比如说脑病 或者是刀兵的伤害这些事情 那么这是身地苦恼 那么心地苦恼 然后就是贪真词啊 这爱别离渊真会的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么都是心地苦恼 阿弥陀佛国的人 永远地没有这些身心的苦恼 受乐 受乐常无坚固 他们享受的快乐 永久是不间断的 这个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 人间的人呢 都是有苦也有乐 但是苦多而乐少 这个天上的人呢 比人间的人好一点 他们不老不病 但是遇见天呢 这个地面上居住的 四天王天 道理天呢 有和阿修罗作战的这些事情 有和阿修罗战争的苦恼 但是诸天呢 多数是战胜了 阿修罗多数是战败了 诸天有的时候也会战败的 所以也有很多的苦恼 要是空居天就没有这些问题 到舍战天呢 更是好得多了 但是也还是有死亡的一天呢 又回到玉界来 也可能到三个道去走一走 所以不是永离身心脑 受乐常无坚 我以为阿弥陀佛国呢 是这样子 是永离身心脑 受乐常无坚固 庄严大义门功德成就者 既言大乘善根界 等悟即先明 女人即根却 二乘总部圣故 这个庄严大义门功德成就 这个大义 就是大乘佛法的真理 叫大义 阿弥陀佛国以大义为门 就是你要发无上菩提心 修小大乘佛法 你才能够往生阿弥陀佛国去 要发无上菩提心 才能往生阿弥陀佛国 所以就大义门 或者说 你往生到阿弥陀佛国 听阿弥陀佛的教导 你就会得无上菩提 那么阿弥陀佛国是大义之门 这样解也是可以 是既言大乘善根界 这个阿弥陀佛国 是栽培大乘善根第四界 到阿弥陀佛国都会发无上菩提心 修小大乘佛法的 等悟即先明 大家都是平等的 三十二相 种种庄严的境界 没有这个极可极贤的事情 这个名在下边有解释 女人既根缺二层总部身故 这个极贤是什么呢 可极贤的呢 在上面就是说 就是女人 女人是一个容易起极贤的事情 即根缺 就是我们有六根 眼耳鼻舌身一六根 六根不具足 或者眼根没有了 或者耳 或者鼻 或者缺一条腿 或者是缺一只手 那么这个根不具足啊 也是引起人家议论的地方 二层就是 圣温圆角 这两种人 这两种人呢 也会容易引起人家的议论 引起人家的极贤的 那么在阿弥陀佛国呢 就没有女人 也没有根缺的人 也没有二层人 所以嘛 叫做 女人既根缺 二层总部身故 这净土国报 离二种极贤过故 这底下解释这个颂文 阿弥陀佛国的清净世界的 人的国报啊 是离二种极贤过故 他们没有 没有两种极贤的过世 就没有这两种过世 可极贤的应知 什么两种呢 一者体 二者明 这个体其实就是尸体 事情 这个和明字 这两种 体有三种 一者二层人 第二者就是女人 三者是诸根不具的人 这个体有这三种 无耻三国国 阿弥陀佛国 没有这三种人 明离一体极贤 这叫做没有四体的极贤 明以三种 明也是三种 那三种呢 非但无三体 阿弥陀佛国 不但没有这三种四体 乃至不闻二称语言 诸根不具三种 明固 这三种明都没有 明离明极贤 就是没有明的极贤 没有明的极贤 这句话呢 就是没有这种语言 不过大家不会说这种语言 不会说这是二层人 这是女人 这诸根不具 连这样的语言也没有 这样的意思 因为这个明啊 就是语言的一个条件 如果没有明就不能说话 就是明字 没有明字是不能说话的 等者平等一相故 等物极贤明 那个等字是什么意思呢 平等一相故 就是阿弥陀佛国的音呢 大家都是平等的 都是三十二相的庄严的 所以叫做等 是这样意思 这上面说是女人既根缺 二层总部生 这个地方啊 也容易引起一些疑问 这个女人也能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 只是到那里就转变了 是这样意思 只是说到那里以后 不会再有女人 这个二层总部生啊 这个这句话 我们读阿弥陀佛经 或者是读其他的经论呢 都有说到阿弥陀佛国 有圣问音 有这些阿弥陀佛的 我们读观物量寿佛经 也看出来 有这些事情 有二层音的 那么这里边呢 天心不热 为什么说没有呢 这里边可以啊 从两方面来解释 两方面解释 怎么解释呢 就是阿弥陀佛国 是有阿弥陀佛的说法的教化 大家都是发无上菩提心 修小佛法的 当然不会有二层音 而说有二层音呢 是由他方世界的二层音 他愿生阿弥陀佛国 所以阿弥陀佛国有二层音量 是这样 可以这样解释 不过他到了阿弥陀佛国 听阿弥陀佛的教导 他会回小向大 会这样的 所以二层总不胜 可以这样说是 这是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是 我们读啊 我们说不实现的佛法 是释迦牟尼佛宣扬的 我们读这个妙法莲花经 可以知道 从我们众生的根性 去修小佛法 这方面看呢 是有二层音 有菩萨 有音天 这是五称佛法 有这样的差别 但是要从佛的大悲心 大智慧的观察来说呢 那二层音也就是菩萨 因为在佛说法的时候啊 为他们说这二层的 修行的法门 而佛的意思 就是接引他们 到大乘佛法来的 所以在佛心 佛的思想上 二层音就是菩萨 那么从这两方面说 你所以说 阿弥陀佛国 二层总不生 可以这样说 这上面说是个 女人不生啊 不要误会 就是女人也一样能往生 阿弥陀佛国 我们读这个 《观无量寿佛经》 这《韦提西夫人》 她是往生阿弥陀佛国了嘛 那么 其次 在我们中国的 这个净土圣仙路上看 也有女居士 有很多的女居士 往生阿弥陀佛国 在这个净土圣仙路上啊 有一位提到了 有一位叫吹婆 吹婆 姓吹的这些婆婆 这个吹婆 她好像是三东人 她是在一个富有的人家里面打工 为人家做杂事 在家里面 在这个富有的人家里面 做杂事 做供饮 而这个人家里面的 这个主人的太太啊 也信婆 但是 她是欢喜禅 欢喜 禅禅 而这个吹婆呢 她就是念阿弥陀佛 她不禅禅 那么到了 七十二岁这一年呢 她有病了 她拉利己 而这个时候念佛更诚恳 现在有一天呢 她就说出来四句话 她说 西方一路好修行 就是到西方阿弥陀佛国这条路啊 是很容易啊 是很容易啊 去的 很容易修行的 很容易去的 上无条灵 下无坑 这条路啊 是很平坦的 也没有高灵啊 也没有坑 很平坦 很安全的 可以走过去 去是不用着鞋袜 你到阿弥陀佛国去的时候啊 也不用穿鞋 也不用穿袜子 唯有莲花 不不登 只有莲花 一步一个莲花 可以到阿弥陀佛国去 那么这个呢 吹一婆 说出来这么四句话 那么别的人就问她 你赞叹去阿弥陀佛国去 你什么时候去呢 她说我就是今天呢 午后的生死 曾是五位生 就是三点钟到五点钟的时候 我就去了 那个时候也可能没有表 那么她说完了这个话 果然到了生死的时候啊 她就端着念佛就往生了 那么死了以后啊 用火化了 她的舌头不烂 舌头就像一个莲花瓣似的 不烂 那么这位吹一婆啊 能专心念佛 还说出来四句话 临终很自然的啊 很崇荣的 能够念佛往生啊 这个也可以知道啊 这个女人也能往生到 阿弥陀佛国去的啊 所以说是 庄严大义门功德成就 是大乘善根界等物极先明 女人既根却二乘总部身故 庄严一切所求满足功德成就者 既然众生所愿要 一切能满足故 这是啊 十七种啊 庄严功德成就啊 的最后一种啊 是什么呢 一切所求满足功德成就 在阿弥陀佛国啊 有这样的不可思议力量啊 一切的需求啊 都能满足你啊 有这种功德啊 所以众生所愿要 一切能满足 前面说了这么多的功德啊 说了这么多好 殊胜的地方 但是也有可能 也可能有人呢 还是不欢喜 你另外有所求啊 那阿弥陀佛国啊 也能满足你啊 以众生所愿要 一切能满足 这可见阿弥陀佛国 的确是特别的不可思议啊 的确是我们应该 愿生阿弥陀佛国的 略说 比阿弥陀佛国土 十七种庄严功德成就 这前面呢 说出来 十七种 庄严功德成就 这是略说 阿弥陀佛国的功德庄严 阿弥陀佛国的功德庄严 是无量无边的 现在就是 廖说十七种庄严功德成就 事先如来 自身利益 大功德利益成就 利益他 功德成就故 这两句话呢 在解释这十七种功德 是 事先 这十七种功德 表示 两种意思 一种是 表示 阿弥陀佛如来 自身利益 大功德利益成就 阿弥陀佛 他原来也是凡夫 那么又在世事在 王佛说 法无上不提心 做法障必求 那么得无声法隐 然后逐渐的修行功德圆满 才成佛的 那么在这一部分来说呢 就是自身的利益 那大功德 就是佛的无量功德成就了 利益他功德成就 在这十七种庄严里边呢 也表示出来 阿弥陀佛的大悲心 他要利益一切众生的能力 利益众生的功德能力也成就了 比无量受佛国土庄严 第一地妙境界相 十六句即依据 次第说应之 那么这最后这一句啊 也是赞叹阿弥陀佛国的功德庄严的 特别的深奥的意思 比无量受佛国土的庄严呢 是第一地的妙境界相 那么佛法是说二地 一个是世虚地 一个是第一地 这个世俗地 怎么讲呢 这个世俗 就是在一切生死凡夫啊 所能见闻较之的一切境界 都叫做世俗地 都叫做世俗地 那么得入圣道以后的那些圣人 他们所见闻辩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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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样说的阿弥陀佛国的庄严呢 是圣人的清净的智慧境界 我们凡夫的智慧 所不能知道的 表示这样的意思 这个第一地妙境界相 这个第一就是殊胜的意思 其他的人所不能及 殊胜的意思 这个义就是境界 殊胜的境界 殊胜的境界是什么呢 就是佛菩萨的清净无分别智慧的境界 所以叫做第一地 第一地就是妙境界 不可思议的境界相 这是赞叹阿弥陀佛国的清净庄严的微妙 十六句即一句 四地说影子 那么前面说十七句 这里边说十六句即一句 即一句就是最后一句 最后说众生所愿要 一切能满足过 就是这一句 这一句就是利益众生的功德庄严成就 那么前面十六句 就是佛的那个自如来自身利益大功德利成就 就是这样意思 这样说由自利而后利他 这样的次第 来说这个十七种庄严功德影子 云和观佛庄严功德成就 前面是说观察阿弥陀佛国的庄严功德成就 这是第一种观察 就是在圣摩陀佛修成了 得了禅定之后 在禅定里边呢 观察阿弥陀佛国的十七种庄严功德成就 这样意思 现在是第二种观察 怎么样观察阿弥陀佛的庄严功德成就呢 观佛庄严功德成就者 有八种相 有八种相 是英姿应该知道 何等八种 一则庄严作功德成就 二则庄严深夜功德成就 三则庄严口夜功德成就 四则庄严心夜功德成就 五则庄严大众功德成就 六则庄严上手功德成就 七则庄严足功德成就 八则庄严不须者注尸功德成就 观察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成就 分成八种 把这八种的名称列出来 然后在底下解释 何者庄严作功德成就 这是问 怎么叫做佛庄的庄严成就呢 就是佛德阿多罗三秒三菩提的时候 他的那个庄严是什么样的庄严成就的 既然无量大宝王 微妙净化台固 说这个 这个阿弥陀佛 他的无上菩提 他那个庄位 成佛了 他那个庄位 是无量无边大宝莲花 是花中之王 微妙净化台固 那个大宝花王 是特别的微妙 不可思议清净莲花为台 做阿弥陀佛的一个庄位 是这样意思 所以其他的文上也有说嘛 是大宝莲莲花 大宝莲莲花王为座 那么这莲花 宝莲莲花 这表示人的心 也有这样意思 那么如果这样讲 那就表示 佛虽然有无量无边的法门 的修行 实在来说 就是修心而成佛的 心者无垢 明清净 心要清净了 才能够得无上菩提的 这样说嘛 这个大梁花 忽无尼而不远 正好是这样意思 那么就是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的意思 可以表示这样的道理 何故何者庄严 深夜功得成就 这头一个是佛的座位 这底下第二种 说佛的庄严 深夜功得成就 这个既然向好光一寻 舍向超群身故 这个地上这么说 向好光一寻 是阿弥陀佛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三十二相八十中好 而他的那个光明有异寻 而他的那个光明有异寻 异寻说是八尺 或者说是十尺 他那个舍向超过一些众生的 不过这个 这个向好光一寻这句话 怎么样解释 阿弥陀佛的身相光明 你要是从光无量寿佛经上看 那是无量物边的广大 为什么说是光一寻呢 这个可以这样解释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房子里边的光 这个灯光 那么就是那么大 但是他的光明 可以普遍在 这个房子里边的空间 可以普遍的 这样说 所以光一寻 光一寻呢 就是那个光明的那个本体 是那样子 在这一寻的光的作用 就是非常的广大的 也可以这样解释 舍向超群身故 阿弥陀佛的这个舍向 能超越一些众生 超一些众生所不能及 超群身故 是何者庄严 口业功德成就 这是阿弥陀佛的口业的功德成就 既然如来微妙声 翻详 闻思方故 这个 如来的微妙的声音 口业的功德 就是说阿弥陀佛 为众生说法的功德 那么阿弥陀佛如来的声音 是非常的微妙和雅 翻详 闻思方 那个清静的音响 能闻于四方世界 一切众生都能得闻的 那么这是阿弥陀佛的微妙的音声 这个翻详 闻思方 这个十方世界这个意思 我们前面呢 说阿弥陀佛国的量功德成就 是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 这还是说的阿弥陀佛的世界 就是阿弥陀佛在他的世界说法 那他那个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的阿弥陀佛国 全部的都能听闻 都能听到 那么这就是一个不可思议境界 何者庄严心业功德成就 这是前面呢 说他的口业 这底下呢 说他的心业 既然同地随火风虚空无分别故 无分别者无分别心故 说阿弥陀佛的心业的功德成就 是什么样的同地随火风虚空 无分别故 地随火风空 这是五大 这五大都是无分别的 比如这个地大 它是无心之物 你是善言 也可以从那里走 你是善言也可以从那里走 这个大地它不分别 你是善言可以从这走 善言不可以走 它没有这个分别 我们人在这个地面上 做什么事情它都没有分别 那么这是说地无分别 水也是一样 也是无情物 它也是无分别 火也无分别 风也是无分别 虚空也是没有分别的 那么用这样的无分别 怎么样来表达 阿弥陀佛的心业功德成就 无分别者无分别心故 阿弥陀佛的心是没有分别 像地随火风空 当然无分别 这个无分别 这个无分别这件事 这个无情物当然是心无分别 我们凡夫的众生 心是有各式各样的分别 这个我们的心 它是不同于这个牧师的无情物 它有明了性 它对于一切的境界 它会去观察思维 当然是有分别 有分别之中 因为有贪嗔痴的烦恼 有执着 所以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错误 那么阿弥陀佛 他的内心 他原来也是凡夫 他也是有分别 但是经过长世纪的修行 那么他就把这些虚妄的分别 都取消了 所以他能无分别 这个在佛法上讲 我们用佛教徒 或者说阿弥陀佛 在印第的时候 修行的时候 当然是有戒 有定 有慧 当然是这样子 我们一般的想法 我们要是修定 修定 心叫它完全的停下来 一切的烦恼的活动都停下来 没有分别 无分别注 但是初开始修行 如果能够修行的相应的话 你当然是 这个初动的分别是停下来了 那个威信的分别还是有的 那么继续努力的修行 你威信的分别也会停下来 也会停下来 但是在我们 在这个欲界 舍界 无舍界的次第上看 我们欲界的众生 就是有欲的分别 对于这个欲 常常的去分别 去意念 那么这是一个苦恼境界 一个舍界天上的人 他就对这个定有分别 有爱着 爱着这个定的境界 无舍界天上的人 他也是对定有分别 但是那个定和舍界天的定不一样 无舍界天上的人 空无边处定 他就是把这个物质的 雅尔比赛森的 这个舍法破坏了 就入于空无所有 犹如虚空的境界 那么他的心呢 就住在空上面 住在虚空的空的上面 那么十无边处定 这个十无边处定 他的心呢 他又不住在空 又把空又放弃了 观察他的内心呢 是无量无边的境界 就是住在这个 思上面 以思为所缘境 住在这里 那么也就是分别这个境界 空无边处定 思无边处定 无舍有处定 又把这个思啊 又放弃了 就是也没有舍 也没有空也没有石 不缘一切物 这样子住在无所有 这个地方 以空无所有 以无所有 做他所分别的境界 那么再进一步 就是飞翔飞翔出定 放弃了这个无所有 舍空 石无所有都放弃了 住在那个无分别的境界 住在无分别的境界 也明知为无想 但是和这个 舍界天的无想定不一样 就是他是 没有那个初显的分别 没有舍的分别 没有空的分别 没有石的分别 没有无所有的分别 就是没有那个初显的分别 威胁的分别还在 那么威胁的分别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天台智子大师啊 他说飞翔飞翔天啊 他还有威胁的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震生不灭 震生不灭是什么东西 就是鹅 就是把所有的境界都停下来 威鹅独存 就是这么个意思 有这样很威胁的这样的指导 他还有这个鹅的分别 就是这样意思 有这样的分别啊 那么 佛教徒啊 修小佛法用功修行的时候啊 那么我们要看这个阿罗汉呢 他能够超越了三界 欲也不能细跑他 舍界天 无色界天的定 也不能细跑他 他能超越了三界 那就是超越 最后就是超越了鹅的分别 就是无鹅的境界出现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一个是无云涅槃 就是到了无分别的境界了 那么那就是 无舍无受限行事 无言而彼此深意 无舍生相为出法 事故空中无舍无受限行事 这个就是不生不灭 不勾不静不增不减 这个境界 那么那就是到了无分别的境界 但是阿罗汉的修行啊 还没有究竟圆满 到佛的境界才能究竟圆满了 究竟圆满一个简单的说呢 就是佛能够观察 一切法自性空 无有可分别者 也没有能分别者 那么那才是真实的无分别 但是那个无分别中 他又不是完全无分别 他也能够观察一些众生的 苦恼的境界 发大悲心来广度众生的 所以他究竟是 不是无情物 所以他是无分别 而又是有分别 但是在我们凡夫的境界来说 因分别而有种种的过患 所以对凡夫的有过患的分别 就说佛无分别 那么这等于是赞叹佛的 清静的意思 没有过患的意思 所以说无分别者 无分别心故 所以叫做无分别 就像那个明镜 光明明镜的镜子 它也是无分别 但是有物 与它相对的时候 它能现出来种种的形象 这形象离开了 它也没有什么痕迹 那么这可以表示 佛那个相有分别 而又无分别的境界 可以这样解释 今天就讲到这里 这一位法师 他提出来四个问题 他提出来四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 昨日不小心 有两处书漏听了 没听到 是可否请老法师 慈悲再为解释 哪两处呢 一标中料实 料结也可以 这一大段的最后一行 这一大段的最后一行 最后一场 神问的心肠作愿 回向为首 这个心肠作愿 回向为首 心肠作愿 回向为首 为首二字 是应如何解释 这个 这个为首这句话呢 就是 以回向为开始 为首应该是开始的意思 这个法剧经上说 诸法亦先导 亦主亦照作 那么那个先导 也有个开始的意思 事先上 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 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我们的心 一切法都是由心开始的 也是由心来决定的 也是由心来创造的 然后才有一些法的 所以这个守 那个先导有守的意思 也有开始的意思 这里说心肠作愿 回向为首 就是 我昨天曾经说过 我们生死凡夫 欲界的生死凡夫 是不管是做哪一个行业的 都是以欲为首 这个心呢 总是以欲为首的 为最重要的 那么 天色界天上 无色界天上的 也可以名字为欲 不过不是欲界的欲 发心修行的人 就是 以波尔波罗密和第一地 为他的方向 要得圣道 那么就是 弃死了凡夫的欲 不以欲为对象 以圣道为对象 或者说以涅槃为对象 现在这个回向 这个第五门 第五的回向门 就是要转变这个涅槃的方向 就是以一切众生为对象了 观察众生的苦 生死苦 要发心 发慈悲心去教化他来救度他们去 就是所以叫做回向为首 是这样意思 这样子呢 你要在修行的时候啊 你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节目 也可以用这个节目说 就在修行的功课里边呢 你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段功课呢 的修行的话呢 你逐渐的呀 得成就大悲心苦 你这个大悲心呢 就修成了 这个人的大悲心 也不是自然而有的 也是这个人呢 常常的熏悉 你常常的这样修行啊 你才能够成就的 这在这个菩提道次的广论上啊 有修悉大悲心的这个说明 其中主要的就是啊 观察一些众生啊 一些男子是恶父 一些女人是恶母啊 做父母想 那么他们在六道里轮回生死啊 受了很多的苦恼 我们那做儿女的自然的要 愿意去救化 度化他们 所以这个大悲心呢 就从这里开始 逐渐的逐渐的就修成了 如果完全不修大悲心呢 那就不能够 他就没有这样的回向了啊 所以他就会入吴云涅槃了 那就非要等到 佛来教化他才可以 不然的话 他就是不能成就大悲心的 我这样解释吧 我这样解释吧 第二段 又在赤一行最底下 如比摩尼如意宝性 相识相对法固 相对二字如何解释 相对就是 极乐世界和如意宝珠 做一个比较 做比较一下 就叫相对 比较一下嘛 就知道他们是相识的 就是这样意思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 坐愿门中讲啊 如是修行色魔陀 老法师称解释说 得到色魔陀的人 就没有欲 得到神魔陀 就是得到舍界定以上 就没有欲界的欲了 这样才能使说 发的愿坚定不动 是的 我是这样意思 因为我们有欲的因 心一直向外攀缘 向外攀缘的时候 这个贪心一起来的时候 就延着这个 说不世界的境界了 那么愿上阿弥陀佛的愿 就受到了影响了 所以要成就了色魔陀 这个欲就不起了 如此 在讲修行作愿门当中 又讲修行舍魔陀 那么是否常常发愿 就是在修行舍魔陀 我看这个常常发愿呢 也是这个修行音的一个课程 但是修行舍魔陀 但是修行舍魔陀 应该是又一个课程 我看是这样子 这个天津菩萨根据大本的无量寿经 根据观无量寿佛经 它是提倡观想念佛 提倡观想的法门 提倡观想的法门 我们也会感觉到 像阿弥陀佛的身相的庄严 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 我们的虚妄分泌心 我们这个散乱的分泌心 怎么能观上来呢 不可能的嘛 那么这个法门怎么修行呢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 《光无量寿佛经》上 说的那个次第 就是你要修舍魔陀 你要修舍魔陀 就增长了 加强了你内心的能力 这个堪能性加强了你 然后你才可以修 批不舍诺的 才能观阿弥陀佛我 阿弥陀佛的 观阿弥陀佛弟子的 这三种观察 你才能修 那么这个天津菩萨 就把这个舍魔陀 就放在这个愿 做愿门这个地方 所以要用做愿 从舍魔陀联系 联系起来 我的解释就是 我们有预愿 这个愿不是太坚定 学了舍魔陀 这愿就会坚定的 这是舍魔陀对这个愿的关系 但是它向下边 而批不舍诺也有直接关系 你没有舍魔陀 这个批不舍诺是不能修的 没有那个能力 是这样意思 或者发愿是一回事 另外还要修舍魔陀 来兼顾此愿 我同意这个说法 要须令修舍魔陀 使舍魔陀应当如何修法 使往生论中有否讲 新闻徒的方法 这个往生论里没有说 没有说怎么样修舍魔陀 但是在愿切实的论里面说了 这个解释密经的分别 这愿切品里面也说了 说的非常的详细的 第三个问题 往生论中讲到修屁不舍诺 是观察三种功德庄严四弟 成就往生 然后见佛文法 乌乌生吟 然而是否有可能 在未往生之前 就在晋升在此世界 就用这三种观察的修行法 而能测见诸法空德无声法隐 也是有这个可能的 是的 或者必得要在晋升 以诚心感佛 见佛文法 然后才能德无声法隐 当然这也是可能的 因为 人的精进不一样 有人的精进的程度很不可思议 有的人是低一点 这个精进的程度不同 你的成就也就不同 加上许师的善根也不一样 烦恼的厚薄也不一样 所以的今生的无声法隐 或者魅德 这都是有可能的 网上论中 讲修行 舍磨陀 披不舍诺 这两种因形词 都是说 如实修行 是的 这意思是否就是说 如此修行 肯定在晋升 就能德无声法隐 不能说肯定 肯定是还是不能说 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 多数都是业障深重 所以肯定现在的 无声法隐 这是不能的 只能说 有可能 或者可以说 或者是 你所修行的法门 与德无声法隐 不矛盾 那就有可能 如果你说 晓得佛法 与德无声法隐 有矛盾 那就希望都没有了 而这里边说 欲如实修行 舍磨陀骨 这个欲如实修行 舍磨陀骨 只是我想要 如实地修行舍磨陀骨 那么这话是这样子 不是说 如实修行舍磨陀骨 这个欲如实修行舍磨陀骨 是个愿的意思 愿如实修行舍磨陀骨 那么意思还是不同的 这个正念观察 这个修辀骨舍磨陀骨 也是欲如实修行 是辀骨舍磨骨 欲是愿 和那个如实修行 还差一几点 修第四 修行吃五念门的时候 是否可以同时观察能所不可得 无恶无恶所 这在下边有 在下边有这个意思 在这里还没说 下边有的 有这个意思 或者必须把时间错开 修五念门时 专修五念门 修五恶观时 专修五恶观 当然也是可以 但是说你比如说你拜佛 你也可以修五恶观的 观他这个身体是必尽空 阿弥陀佛也是必尽空 所以能力所理性空寂了 也可以这样思维的 说我拜佛的时候 我就拜佛 然后静坐的时候 修这个必尽空 窝窝窝所观 当然也是可以 可是你这个 批布舍诺这个离观 修熟了就是变一些处的 什么时候都可以这样观的 不过这是在下文里头 有这个意思 所以说必须把时间错开 也不要说必须 不要说必须 就是你的程度 逐渐的进步了 你自然的就会到那个境界的 修五念门是专修五念门 修五恶观是专修五恶观 暂时是可以这样 你五恶观修熟了 拜佛念佛 你就是日常见音节物 一切都可以这样观的 那就不分前后了 然而如果不能在修五念门的当下 就知道我是不可得 再如何符合正念观比 对的 你说的对 这个正念的意义 又如何符合智慧观察 这个智慧的含义 你说的对 这又有人提出来的问题 如来断修善 不断 如来断修恶 不断性恶 余异云合 你问我这个问题 这是天台中的话 佛是断修恶 不断性恶 余异云合 我因为这样是对的 佛是断修恶 不断性恶 这个性恶是什么 什么叫做性恶 这个性恶就是毕竟空 一切法因缘所生 所以一切法都是毕竟空 这个毕竟空是不可以断的 所以不断性恶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毕竟空是性恶呢 这个中观论说 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 那么所以他也是性善 你说他是性恶 他也是性善 因为这个因缘法 善也是因缘生 恶也是因缘生 那么恶的因缘生就是毕竟空 所以这个毕竟空就可以名字为性恶 因为这个因缘生出来恶法的 那个善的因缘能生出来一些善法 而一些善法也是毕竟空 所以叫做性善 所以在这个性这一方面说呢 是不可以断的 嗅恶是可以断的 因为你要生出来善法 不 生出来恶法 恶有恶因就有恶报 所以这个 这种因缘呢 不可以成就 我们要努力地修小界定会呢 这个恶就是可以断掉了 因为这个恶 修恶是有违法 这个性恶性善是无违法 无违法是不可以断的 所以我因为这个说法是对的 而礼佛一败罪灭何啥 如何灭罪 这个话是这样 礼佛一败能灭出何啥 灭对何啥 那分随来修说 那我们的一个呀 初来到佛教的人 他对佛法没有什么学习 多少的有一点信心 对佛有一点恭敬心而已 那么他对佛肯拜 这时候啊 他这一念的恭敬心 一念的诚心啊 灭除 灭除其的罪过 我看也不是很多 但是就可以明知为罪灭何啥 就是因为啊 你这个第一拜啊 这一拜的开始啊 你将来就会有第二拜 第三拜有无量无边的拜佛 因此也会读佛经啊 增长了很多的智慧 逐渐的逐渐的呀 又成就了波尔波罗密 那么就能灭出一些罪了 就是这样意思 所以叫做罪灭何啥 就是这样的叫做灭罪 那么这个灭罪呀 实在来说呢 就是我们不熏悉 没有恶法的熏悉 有波尔波罗密加上禅定的帮助 能深入的观察一些法空 使得内心里面的烦恼种子都灭掉了 就叫做灭罪 是这么意思 何谓唯心净土 自信弥陀 何谓唯心净土 我将才说 诸法亦先道 亦主亦造作 因为无量无边的事情啊 都是心为主而成就的 要是没有心的话 一切法都没有 这个世界也没有 所以一切法都是心 一切法都是心 我们现在不说一般的一切法 说这个净土 净土也是我们心创造的 就是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师菩萨 清清大海 众菩萨 他们同一自愿 久远久远以来 也用波尔波罗密为方便 以大悲心为方便 这么广度众生 做种种功德 加以回向 然后创造的 这个清净的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 就是心所创造的 就叫唯心净土 我们回过头来说 我们住的世界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 这个阳无心 这个贪嗔痴的活动 大家共同地创造的 这个世界 那么这个绘土 也是唯心 也是唯心所现的净土 所现的绘土 说是离开了 我们的心就没有净土 好像是离心之外 没有净土似的 可是我们看 说不世界 也一样这样说 离开了我们的心 也没有这个说不世界的 这道理是平等的 这样说 说不世界是微信的绘图 你看是不是有明明白白的 清清楚楚的 存在的 说不世界的 如果你承认这一点 那么阿弥陀佛国也是这样子 也是明明白白的 清清楚楚的 有一个阿弥陀佛的 清净世界的 存在的 那么这叫做 唯心净土 那么自性弥陀 自性弥陀是什么呢 就是观一切法空 那个如如性 那就是自性弥陀 一切众生也是这样子 一切佛也是这样子 释迦佛也是这样子 阿弥陀佛也是这样子 那就是自性弥陀 但是这个我们众生的 自性弥陀 还是平平常常的 还是个凡夫进行境界 阿弥陀佛他经过无量节 已经修行成功了 但是和我们这个自性无分别 所以称之为自性弥陀 但是这并不表示 没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还是清清楚楚的 存在的 第四 佛性第八和了耶诗 记常驻妙明真心 有何一同 常驻的妙明真心 这是单说清静的一面 佛性也是单说清静的一面 阿弥陀佛又不全是清静 有眼无的一面 就是这么一点不同 何谓十相念佛 十相念佛就是观阿弥陀佛也是必经空 观你自己的一念心也是必经空 无我无我所 能观察的也是必经空 离一切分别相 就是十相念佛了 何谓情与无情同源种子 无情可成佛吧 这个情与无情同源种子 可以做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 这个情 这个有情爱的 这就是一切的凡夫的众生 这个无情 就是没有烦恼的一切的圣人 圣人 也可以继续的修行 可以得无上菩提 我们的生死凡夫的人呢 我们能够遇见三宝了 接受三宝的教化 我们发佛的心修行也可以成佛 所以说情与无情同源种子 那么所以无情呢 无情是一切的圣人 阿罗汉也可以成佛 毕之佛也可以成佛 所以无情可以成佛 这是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 这个情是有实 有明了性的心的众生 这叫做情 无情就是木头 木石这些无情物 地水火风空 这无情石的物 那么叫做无情 这些情与无情都是因缘生法 都是毕竟空计的 毕竟空 但是我们有情的众生 他能发菩提心 能够修行圣道 逐渐地成佛了 可是成佛的人 他并不是说 我成佛了 你们还没有成佛 没有这个分别 观一切法都是如如性 无差别相 那么这都是佛境界 有情的也是佛境界 无情的如如相 也是佛境界 所以叫做情与无情 同源种子 是这样意思 这样说 无情可成佛 并不是无情的物 他能修行成佛 不是不是那样意思 这无情物的本性 也是如如性 那和佛的体性 也是如如性 无差别相 所以是同源种子 是这样意思 中国的圣人 如老庄孔梦 革命英雄 乃至马祖时候 被奉为神明者 于花园经中 诸山神 树神 水神等 诸菩萨 有何一同 这些亡古先生 可否称为菩萨 这话这样说 华园经上 说的那些 三神 树神 水神 那都是得了 入了泄团门了 那当然 他们入了泄团门 那都是圣人 都是法神 菩萨了 当然是可以这样解释 如果说 中国的圣人 老庄孔梦 革命 兴兴 如果他们也入了泄团门 当然他们也就是菩萨 或者说佛也可以 如果他们没有呢 那就不是 那就不同了 就是可以这样去观察 如果是 华园经是经过 印度的佛教 翻成中国佛教 经常那样说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相信佛嘛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说 但是要应该明白 因为那个道理 就是那个三神也好 水神也好 他是得了圣道 但是他现在 现为三神 现为水神 也就是 普门品上说 应一何神得度者 其言何神而为说法 也就是这样意思 那么中国的圣人 乃至革命英雄 如果他也有这样的条件 那么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菩萨 也是可以 但是没有经过 佛菩萨来应可 那就是另一回饲料 佛道两教有何不同 佛教是能出世间的 道教还是世间法 那是不相同 差的很多了 道教没有波尔波罗尼亚 所以也还是有所取早 那不能够和佛法相比 道教的观音吗 与佛教的观世音菩萨 是否相同 这个话是这样子 严格地来说 那只有佛能知道这件事 其他的人不知道 不知道是道教的吗 和佛教的观世音菩萨 是不是相同 别的人谁知道的 但从表面上看 那么我们可以 可以用佛法来观察 他不是教导众生苦迹灭道 那他就是世间法 那都是有漏有违 令人细佛的境界 不能得泄脱的 那和观世音菩萨 不可以比 请问四国阿罗汉 是否一定要献出家相 这个出国二国 在家人也可以 在家居士 他要能修世念处的话 他也可以 有可能会得出国二国 所以这两个圣人 也是在家相 可以是在家相 三国圣人 如果在家居士得了三国 他一定是出家了 所以三国四国一定是出家相 按常理说应该是出家相 亚世说没有佛法的世界 没有佛法的世界 这一个人 他的善根深厚 他无了毕之佛了 无了毕之佛 他也不会和一般的在家人一样 他一定是到深山里面去修行的 那么你说他是在家相吗 现在到点了 这个剩下来的明天回答 不及了 我会名说 你一定是在家水 对 你一定是在家 耶稣 知识 你不是在家 见人 你 你 我